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年一度的爱丁堡艺术节是可以说是全球世界知名的 所以大家今年都有的 不过今年就没那么旺常 现在播的全部都是旺年的 就是以前的 以前是很旺常的很多人的 所以每逢到8月份 你如果想在爱丁堡设计任何 无论B&B或者酒店或者 那些租价是贵几倍的 比平时贵三倍的 这样的 那今年虽然没那么多人 但是可能过来的香港人 你都会感受到 为什么那些B&B这么贵的 那其实就是因为 今年都仍然有个艺术节的 不过8月份已经是完结了 9月份开始散场了 几多人 很多人的 那这个也是其中一个 可以说爱丁堡吸引之处 也都吸引什么呢 吸引这些投资客 你想想这么旺长 差不多可以这么说 如果有些人做B&B 他们是做半年的 做半年 有半年的可以 那半年是又什么时候开始 艺术节是只有8月份的 那其实他由 达入4月份开始 转移 他就应该 就是已经 那个租金已经是 都挺好的了 接着就越来越贵 越来越贵 越近8月就越贵 踏入9月呢 就又突然 可以突然间开始便宜 那么 《荧光幕》那里 一直在这里 给大家看 那时候呢 街头呢 就有很多这些表演的 这些表演呢 有时候呢 他们其实是晚上 有很多的地方 总之逢是你找到 有一个场合 有一个大一点的地方 他们都会拿来租给这些人 去表演的 那当然啦 一定是收费的 就算他现在在街头 或者你看到《荧光幕》那里 有一些时间 他们其实会 可能会有一些 传单会派给你啦 就是叫做宣传 他们在哪里有 这些的 艺术去表演啊 那有些呢 就是这些 这些展示给你看 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啊 有些你发觉 是个别人士 就是一个半个在表演的 那些呢 就可能是 这些就有机会 玩一下足球 有机会就自己 拿足球出来 就表演一下 玩一下外快 有的 那他们未必晚上会表演 但是呢 不过大家都会 就是看完表演 就是街头表演 都会 可能都一磅两磅 这样 都会 10磅20磅 所以都挺可观的 那 虽然今年没有 这个艺术 没有那么旺常 但是呢 我们 等一会带大家 我们住那里 都有一些表演 因为这里很大风 所以呢 我这样拿着咪 那现在在哪里呢 现在在Mussenberg 这里是苏格兰的风情 你看 他在海边 这儿 在这里 奏紧他的苏格兰的音乐 这儿就是曾经 我们带大家看过的 苏格兰的 这个 埃丁堡坚东 的一个地方 Mussenberg 它是一个海滩 海边 那就是拍一拍 海边就在Polabello那里过来一些 你看这个挺有趣的 因为我们经过 经过突然间看到有人在那里 他们会久不久呢 有些人呢 他们这些乐团啊 还是什么呢 会走去找个地方 在那里走在那里走 我把镜头移到前面 方便一点 镜头移到后 风景很漂亮 在一个这么好的风景的地方 所以你们都明白 是不是 这里顺便说一下 有很多人呢 想去南部 然后又买房子 又搞好久 因为南部买房子真的搞好久 其实我真的介绍 有时候又看到 很多人已经上来 爱丁堡了 但是有时候看到 那么多网友 还没买到房子 其实我先想一下 爱丁堡 爱丁堡其实真的很漂亮 其实你买完之后呢 可以trade trade出去 到你上南部 通常这个是 投资客就会好一点 就会 方便一点 因为如果你真的去南部 去生活 喜欢南部生活的话 那当然是另计 如果你打算投资的话 可以先选择 苏格兰 因为苏格兰 买房子始终是快 漂亮 然后到日后 你再看南部的房子 你可以trade 就是说 卖了这里 才卖它 这样都可以 那你就不会错失了 英国楼市的升幅 哇 很漂亮的 我现在发觉我这样 拿着镜头这样拍 都挺漂亮的 这个海湾 夏天很多人放艇上去的 冬天就会收起来 收回来 拍一下上面的天 那天真的很蓝 很漂亮 你看那些云 它应该也是呢 趁着那么好天 我见它有人拍摄的 就顺便拍一下 宣传一下它这个恶团 那样 你见有些年纪很大的 好了 让你们静静地听一下 听一下他们的演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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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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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们《移民英国生活资讯》 在过去半年 藉着YouTube和Facebook 为大家提供了大量的移民资讯 而在这段时间 我们也在构建自己的香港城网页 这个香港城网页已经正式成立 兼且对外开放 我们的网站在这里 这个香港城网页里充满着大量的移民资讯 兼且也有各项的专业专行资讯 而除此之外 我们更希望能凝聚每个移居海外的香港人 借着互为互利 创建一个良好的经济生态圈 尤其是现在 各国因为疫情的原因 经济受到打击 失业率高期 我相信这个良好的经济生态圈 能够成为科目里面的金路 每一个移居的港人 我们都能够借着我们各行各业的专业提供服务 不单止这样 甚至乎能够借着在香港城里面 我们能够发挥我们所长 创建我们的事业 所以在这里 我们欢迎每一个移居的香港人 加入我们成为会员 希望我们能够携手 发挥香港人精神 创建属于我们的香港 亦都回馈社会 香港城 欢迎你